现在,取名字越来越难,用普通的字,重名太多,毕竟14亿人,文字也就91251个多字。 据专家统计,3500个常用字,就覆盖了现代出版物用字的99.48%,所以,想好几天,取了个名字,上网一查,同名的好几天,那确实不行。 于是,有的父母把个字的姓变成孩子的父姓,再取名字,四个字的名字,很流行,但很多都不够理想。 有的父母干脆掰字点,找生P字来给孩子取名字,这可千万别这么干,用生P字会害苦孩子的。 如果从一开始,孩子就连写自己的名字都不愿意写,都怕写,那也会影响到学习。 这说明这个名字取的也是失败的,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名字,可以称得上天下最难写的字了,连大人看了也振愧。 难怪孩子怕写字,更不要考试,一考试就大哭。 一个姓达,名叫达虚达,读音,DHUB,姓达,本来就很少有。 这是两个法体的笼字组成的,有双龙之意,蜻龙腾飞的样子。 痴,是像生词,形容迅速动作的声音。 咋,蜻龙迅速腾飞,寓意是很好,但有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。 这个名字的笔画,夺达八十九块,在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,会不会很恐怖? 每次做作业,考试,孩子刚写好自己的名字。 同学里做了好几道题了。 有一个姓轩,名叫轩主达,读音,XUNCHB,轩姓是中国古老而稀少的姓氏之一。 这个稀少的姓氏,因为体源的不同,有分为两个读音,一种源于姬姓,独作轩,看来网友的祖宗,源于姬姓。 出自人文石祖皇帝的后代被宫轩,属于以仙祖名字为氏,并以之源于刺姓,出自东汉初期,看官武帝,这叫领传望的刺姓。 独作签,主,是注释的意思,他,形容蜘龙腾飞的样子。 这个名字的寓意也很不错,期盼而自成为主墓的飞楼。 宣主达也是八十九话,笔话也是太多,一个姓邹,名邹并杂,读音,废优,必须之笔。 邹姓,在当天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六十位,有四百五十万之众,原有很多,主要分四只,一只源于姚姓,姚姓之邹,顺地姚姓,顺擅长占武预测,一称姚水,顺地后裔。 姚姓族人开创建有邹国,是最早的邹国,是商朝的诸侯国,姓名名典姓雷,姚姓,一只,人于姬姓,出自战国时期,鲁木工作改善邹国,属于以国民为室,一只,人于子姓,出自多部邹是宗谱,邹是人于轩原,顺次子姓于姓,受风于伤, 商周王的树雄为自己的封闭勾异,属于以居一名为室,一只,人于满足,出自明朝末期女真邹家部,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室,并,看似生辟子,雷生的意思, 这类人在网络流星后,并又被应用到网络用语,也成为狠雷的意思,他,形容渠龙腾飞的样子,苏炳达,名字寓意挺好,希望孩子很有个性的一条龙,飞黄腾达,不过,这次太生辟了,把名字搞得也太复杂了,笔画也很多,这是目前名字中笔画最多的之一,一共有94次画, 这么复杂的字,让孩子怎么写,笔顺也会搞乱啊,连大人都不一定会写好,更何况是孩子,你见到过这么怪癖的奇怪的名字吗? 一起来分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